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十六集 激动 麒麟游乐场 大家好 我是烈焰 在和摩尔大战后陷入了沉睡 一不小心竟然睡了三百年 三百年后的麒麟星 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新世界 所有麒麟战士 可以进行威力巨大的连射 但要是你们对战装甲被击落就输了 还有参加麒麟大赛 能得到可以逆反战群的 增强发射威力的紧爆枪柄 提高精准阅度的准焰枪火案 高速左右移动的凌峰顶座 实在太酷了 对吧 还没结束呢 还有还有 传说装备 传说装备的终极组合 召唤神枪装备 终极组合 暴击炼焰神枪 最激烈的战斗 最震撼的装备 小朋友们还等什么 拿起你的齐鸾战士 一起加入我们的冒险 对 眼看小萨就要被淘汰 烈焰唤醒小萨 他明白 小萨想代替结羽 成为冠军的亲情 但更要为自己而战 醒悟过来的小萨 在众人面前展现了奇迹射击 在最后一刻 鸡身成为第十六人 小萨第137次射片了 要不是电机太热 开始瞇了我的眼睛 我才不会 干什么呀 你不好吃 好累呀 不行啦 我挺不住啦 哈喽 大家好 荆检济赛前的最后狂欢 惊险刺激的奇轮游戏 百万丰富礼品 尽在奇轮游乐场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要礼品 要礼品 爷爷和大家一起去游乐场玩吧 爷爷要礼物 大家怎么还不走 一个小时等于射击训练一百次 可提高百分之二十射击准确性 去游乐场 浪费时间 不行 不许去 为了下场顺利 我们必须继续训练 等你练好了 下一节大赛也该开始了 宛愿 你说什么 小三 放开黄西 我们还要继续训练啦 难道小三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少了一个 扎到你了 小晨 没兴趣 来嘛 不要害羞 我们一起去拿礼物 谁稀罕礼物 人到齐了 出发 无赖是什么奖品 竹竹都是我的 我们的 我们的 老大 一点小时办你们就这样 老大 我们没再出赛拦下他们 老大 只要解决了小萨烈焰这两个家伙 什么奇奇柳人组 不就解散了吗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急什么 在找他们麻烦之前 我先带你们去获得新的力量 新力量 有这股力量 潇洒和恋他们 潇洒他们这次一定玩完啦 越来越近了 风影之地呀 好有机的游乐奖 莫天伦 学着木门 滚山车 好想玩呀 夏丽 刚才不是说不玩 要齐轮射击训练 游乐奖 游乐奖 游乐奖做了什么 据我分析 小游戏获胜几率是百分之百 奖品获得率是百分之八十 啊哈哈 奖品都是我的 最最最最 厉害游戏高手在这儿呢 小萨笨蛋 奖品一定是我的 啊 小萨果然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我不管啦 先走先得大奖 嘿嘿 飞行你太阶炸啦 等等我 哈哈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嘿嘿嘿 嘿嘿 嘿嘿嘿 嘿嘿 嘿嘿嘿 嘿嘿 临时战轮 爆发装填 准眼枪管 组合 角度正确 fire 太厉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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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哈哈哈哈 嘿嘿 哇 哈哈哈哈 是肥色虎蝶鸡分二强 狂熙 送给你吧 喂 不要 狂熙是男孩子 呃 帝瓜狂熙 别跑 呃 别跑 别跑 小不当下里喜欢粉红色蝴蝶结范儿夹 呃 小陈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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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鷹 准备 呃 轮变枪管 组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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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的计算好准确 配合你的准眼枪管 才是天衣无缝 礼物就送给你了 凌风底座 组合 升级完毕 站住吧 不然玩起来吧 小意思 我才发挥了30%的水平 太小意思了 照片都快玩了 不会吧 真可惜 不过我赢定了 观月这家伙终于要出球了 这盘球乱七八糟的 还是赶紧认输吧 还有可能赢吗 据我分析 桌面上还剩75分 只有30%的几率获胜 来 火烤 一早就注定的败局 趁早回家吧 不会吧 这种球怎么可能打出来 就算再让你20分 你也赢不了 这种小礼物 谁要 每年的这一天 我们都是一起过的 哥哥 你到底在哪儿 怎么了 小礼物 原来你在这里 小礼物 快跟我走 赶上了 干什么 哇 齐轮游乐场难度最高 从来没有人挑战成功的 陀螺大转盘 只要你挑战成功 还有超级无敌 神秘大礼物相送哦 超级无敌大礼物 好想要 好想要 游戏规则是什么 选手们要站在小转盘上 通过大转盘上的铁环 固定平衡身体 再用齐轮射击 领导陀螺旋转60秒为盈 60秒 太难了 有人从出口出来了 北京 灵虎 夏丽 狂熙 十五 飞鹰 我好想要大奖 都是狂熙不好 飞鹰 对不起 没拿到大奖给你 没关系 只要十五在就行 嘿嘿嘿 这样的小奖品 最强射手的我 才看不上呢 是呀 是呀 决定了 我要挑战这个 好 拿大奖 走开 走开 光月坚持了三十秒 比我们多了十五秒 啊 连光月也挑战失败了 这个游戏果然很难 哇 第一千一百一十四位选手 挑战失败了 还有哪个来参加呢 这么难 估计只有小晨 才能获得最终大奖 无聊 我们 欢迎第一千一百一十五位 挑战者 据我分析 小萨只有百分之五成功率 我一定会拿到大奖 送给我最好的朋友 小萨 谢谢你送大奖给我 小晨 你在这里 等着看我的表现 文月 你到底是不是来为小萨加油 我只是来看小萨怎么输 果然很大站稳 小夕 这可是连观月都没完成的挑战啊 放心吧 我可是最强七轮射手 零尸战轮 爆发冲天 三 二 一 别fire 小萨 先保持身体平衡 知道了 小萨 注意 陀螺只要转动起来就不能停下 直到六十秒后 知道 只要陀螺全部集中在对面的那一头 转盘就不会失去平衡嘛 小萨正在看我 我可不能输 小子 你干什么 没事 看我的 fire 转狐来啊 什么呀 这家伙 真是的 小萨在为我担心 竟然超过了电脑计算的十五秒 难道出赛之后 他的实力又提高了吗 这小子 千里果然无可估量 是哥哥 小辰 你要去哪儿 等等我 小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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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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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脏 好脏 来这里 一点都称不上我的身份 噓 安静 啊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不要轻举妄动 那是什么 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小辰 用劲爆敲饼吧 好 劲爆敲饼 组合 升级 完毕 这是什么招式 我没看错吧 小萨的家伙 为了利用战轮的反弹力 帮助自己保持平衡 不惜忍受如此强大的痛苦 好厉害 FIRE FIRE 小萨 安全第一 不行 我一定会拿到大奖 做给我最好的朋友 小萨竟然为了我 我也要努力 不好 FIRE FIRE 小萨的胜算 只有百分之十了 就算只设下百分之一的机会 我也一定要赢到大奖 这是 没错 风速 角度 整个陀螺转盘都在我脑海中 只要这样子 我明白了 小萨 怎么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站到转轴中间 会让视野变得狭窄 小萨真是豆腐脑 要将已经停止的陀螺起死回生 就只有劲爆枪壁的强大冲击力 才能办得到 FIRE 让你坚持一下我的力量吧 电焰 电火爆弹 FIRE 小萨烈焰第一组挑战成功 大奖属于你们的 小萨 烈焰 你们所产生的奇轮战斗力 已经超越了我的数据分析 小萨烈焰之间的墨迹 信任 太完美了 竟然又变强了 但总有一天会被我打扮 大奖竟然落在小萨手上 小萨呢 小萨 快拆开 看看大奖是什么 不行 这份珍贵的大奖 是要送给我最好的朋友 要让他来拆 就是 小萨要送给我 让我来拆 小萨 难道大奖不是送给我的 小萨那么自私 大奖要留给自己 这次的大奖衣和 我觉得还是那个比较好 你说的对 什么呀 原来是这样呀 不会吧 可恶 终于找到你了 小纯 小纯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小萨你 对呀 今天是十一月十五日 你的生日啊 原来这份珍贵的大奖 是要送给小纯的 难怪小萨要成为 第一千一百一十五位挑战者 难怪小萨拼了命 都要赢下那个游戏 小纯 生日快乐 原来小萨一直都没忘记 今天是什么日子 谢谢 出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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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完它们的弱点了 终于得到了这股力量 看你们还能撑多久 出生日快乐 那个人真的是哥哥吗 这是有飞去哪里的 到底是怎样的挑战 在前方等着十六强选手呢 所有选手被送到了神域神灵 十六强赛事也正式开始 小萨烈焰率先遇到了对手 是神秘的陷阱大师 到底他们能不能打败敌人 获得传说中的装备神枪呢 敬请期待下一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Zither Harp